大家好,我是史坦 今天JumpHK會捐出我們過往絕無僅有的工商的錢 以及付費會員部分的錢 再加上史坦自己一點心意的錢 我們會捐到Airbnb協助Wala的計劃 而Wala發生了什麼事呢? 不再多說了 想要多謝過往的廠商 竟然看得起我們2萬訂閱的YouTube Channel 給錢我們工商已經等於接近善事 而過往付費訂閱我們Channels的兄弟姊妹 根本就是在做善事 所以一直以來史坦都很想把工商的錢 或者大家的心意 是用在一些比較有意義的地方 而這次幫助Wala 我們沒有透過國際救援組織 由於大家都知道 國際救援組織這幾年的卓越成績 是令到人多感激 所以史坦一直想問一些比較直接 能夠幫到當地人的方法 這次選擇了Airbnb 是希望這些錢可以直接幫助他們 流離失所的人 或者受賬目影響的人 可以找到暫居的地方 而Airbnb這個協助Wala的計劃 是怎樣運作呢? 這裏就不多說了 有興趣的可以自己看 大家如果想參與這次計劃 也不用捐錢給我 你自己去做就可以了 而我們付費訂閱的人數 大概有210至222人左右 如果我們香港人還是相信好人有好報的話 我先幫這220位的巴達或斯達 站一旗幅先 先祝福大家 打任何手機遊戲 長抽長有 一抽入魂 要哪隻有哪隻 打怪拆寶那些 拆一次就跌 打Ending Ring那些 那隻王自己跌死不用打 PS5那些一抽就中 而這次多了這220位的巴達斯達幫助的話 真的可以協助到流離失所的烏克蘭人 可以找到居住的地方 而這麼有勇氣找史坦工商的廠商 那我都祝福你們 先祝福你們 長做長有 但是最好就吸血就不要吸太盡 明白了 即是不要太坑了 而史丹重新我們JabHK Live的概念 打機的人或是喜歡打機的人 並不是一無事處的 是一樣可以關心社會 一樣可以關心香港 一樣可以對社會有貢獻的 工作時工作 遊戲時遊戲 至於大家很好奇的問題 那這次捐多少呢 這些就不要拜卦了 有心就可以了 也祝願大家身體健康 龍馬精神 我們直播再見 拜拜